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传承当上师 无上甚深为妙法 百千万千难遭遇 我今见面得受此 愿解如来真实意 为度化一切众生 请大家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 下面我们继续学习《众观传言论识》 《众观传言论识》当中 昨天前面已经讲了整个广说部分 今天在这里讲共同极为吧 外道和内道所承认的所谓实有的事 根本不可能存在的道理 全面已经广讲了 现在这两个问题就加以结尾 一所共同 实意之事 不容有 这是分三个方面 一是破外境 单着为实意 破实 单着为实意 以此而则之 实意 分三个方面 首先第一个意思就是说 所谓的单着外境 没有一个外境的实意 当然我们前面已经通过外教的说法 通过内教的说法 已经讲得比较细致 在这里简单的语句来做一个结尾 虚空等何时 为名诸显现 显现文字不明显为种种 他这里说 本来有不众啊等等 有些观点认为虚空是存在的 实际上是认知虚空的任何一个事 当然我们眼睛看也好 或者心里面想也好 这些事仅仅是一个名称的显现而已 仅仅是一个所谓虚空的名称显现而已 我们那天《居生论》里面也已经讲了 所谓虚空有不众认为是实有的 无为法都是认为实有的 但是进步以上 他们都不会承认是一个实有的东西 为什么它是为名字而显现呢 显得文字过 比如说我们说虚空的话 实际上只是几个文字组成的 然后还有非觉则名 觉则名等等 这些全部是几个文字组成的显现 明显为种种 所以这个文字也并不是一体的种种 本来虚空它的本身也不存在 它是一种文字像 如果虚空是文字像的话 那文字像也是众多的文字组成的 并不是实有的一体 所以虚空或者外境的尸体根本不可能存在 如果虚空等外境不存在的话 所谓无视法的本体在外境上面根本不可能存在 以这种语言来结合 如果有人认为由于外境虚空等本无不分 因此愿它的诗也应该是独一无二的 他们认为是这样的 因为虚空等等这些本来是没有不分的东西 本无不分 愿它的诗也应该是因为虚空上面 他们认为虚空是一种大的无为法 他方面不可能分的 不可分割的 愿它的诗 执着虚空的诗也实际上是独一无二的 这样认为的 但这种说法是不合理的 事实并非如此 认知如是虚空等无视法的任何诗 直接了当的 灵受永远也是不存在的诗 比如说认知虚空无为法的诗 不管是虚空也好 或者是非虚者门 真如等等 这些无为法的诗 不依靠任何一个 其他的 直接了当的这样的一种诗存不存在 永远也是不存在的 因为我们有时候 心里面相虚空 心相虚空的话 别人说虚空是如何如何 然后我们心里面 浮现出一种纵相而已 实际上没有一个尸体的东西 心里面真实显现 没有的 因为唯一是与名称之 形相紧密 联系的 分别量的影像显现而已 实际上是我们所谓的虚空两个字 有一个名称 这个名称跟我们分别量的影像 也就是说 在外面不存在任何事物 这两个亲密联系在一起 成了分别量的一种影像 根本不可能存在 由于这所有的一切显微 种种文字的缘故 明显是呈现出各种各样的自信法 不可能虚空一位尸体的东西也存在 如果虚空一位一体的东西不存在 那么怨他的这种形式 也不可能存在 所谓的虚空是几种文字这个显现 那么文字的象现 那不可能有一个尸体了 它是有多种多体 这样没有任何持有的本体 只不过是讲无有色法阻碍的形象 这一点 黎明为虚空而已 它真正所谓的虚空是什么呢 比如说 前面的虚空 前面的虚空 前面没有色法的阻碍 这个形象就黎明为虚空而已 真正所谓虚空的本体 根本不可能存在 什么时候想起它 便能回忆它的名称 我们什么时候作为的 前面不存在任何东西的这个形象 想得起来的时候 然后如果知名言的人 他就想起了虚空 如果有些小孩从来没有学过名词的人 他不知道叫做虚空 那么他的心目当中虚空的概念也是没有的 比如说我们藏文也不懂 汉文也不懂 其他任何文字都不懂 这个时候看看虚空 他知道这个中间没有任何东西 空洞洞的这一部分 他只是知道 但是这个叫什么 他都不知道 一旦人们都给他说 这个中间没有成立任何东西的 这个部分叫虚空 或者我们往上看 上面也不存在任何山和大地 那个部分叫虚空的话 从此以后 什么时候说虚空的时候 虚空就是不存在任何东西的 这样的空洞洞东西 这个就是虚空 我们心的分别念当中会出现这样的 像瓶子那样对名称全然陌生时 绝不能怨虚空的 像瓶子的话 比如说他知道名词的人 他就心里面马上显出来 瓶子是这样的一种形状 他马上都知道了 但是虚空它是无为法的 没有像瓶子那样的自相存在的 这样他的名称全然陌生时 绝不能怨虚空的 如果谁也不知道 虚空的名称 陌生的人来讲 那虚空在他的心面前真正像瓶子那样显现 是不可能的 应该可能这个意思 瓶子的话 他完全我看见的时候 他心里面也可以显现了 他是一种尸体 他有自相的 眼睛看见的时候可以取他的自相 但是虚空没有自相的缘故 因此《量力宝藏论》里面也说了 虚空是没有自相的缘故 不是显量 没有其他法人和联系的缘故 他不能用壁量来整理的 所以虚空能整理的 显量和壁量都不存在 《量力宝藏论》里面 没有自相的缘故非显量 没有像素的缘故非壁量 这样讲的 所以他这里说 不像瓶子一样 像瓶子那样全然陌生的 虚空在自相续当中真正能显现是不可能的 没有的 因其远离了自相的缘故 虚空远离了自相 而瓶子有自相 这两个完全不相同的 何时何地也是不能看当更显量的对境 在何时何地 任何时候 任何情况下 更显量我们掩盖 耳根 鼻根 哪一个跟面前虚空真正能显现是不可能的事情 就像离开了所谓的土教的名称在心中 浮现的情况永远不存在一样 如果你离开了所谓的土教的名称 土教的名称实际上也是一种名称 如果你离开了这个名称的时候 那所谓的土教在你的心目当中 能不能显现出来 根本不可能的 因为它的显现完全是一种分别念的名称 如果这个名称离开的话 那么它的自相是不可能存在的 所以我们在这里一定要知道 所谓虚空的本体不存在 虚空的本体不存在的话 它没有自相 没有自相的话 任何量来不能成立的 如果任何量来不能成立的话 那么说明虚空根本不可能实有的 如果虚空没有实有的话 除了虚空以外的其他有违法的东西 更不可能有实有的 所以我们应该归根基地在这里 对虚空的研究也好 对其他万事万物的研究 实有的东西根本不可能存在 就是围绕这个中心 大家应该清楚这个问题 名称在外境本身上是不成立 而仅仅是肃然加厉的 所谓的名称当然外境上是不存在的 不管是有违法的名称也好 无违法的名称也好 比如说虚空的名称也是在外境上面不存在的 我们包括品质的名称也是在外境上面不可能存在的 只不过是人们对它这样称呼 所说的这些内容 接触各种名称 文字 诸理 案例的 所说的这些内容全部是接触各种各样的名言 名称 文字等等以这些来案例的 一切无实法虽然说都是土教等那样 一种富定有实的潜于分 不管是虚空也好 还是土教也好 龟毛土教 任何一个无实法全部是什么呢 就像是土教一样的 只不过是一种富定有实法的一个潜于部分 比如说五品 五品的话 有品子的这个部分把它遣除了 这个部分叫做五品 五咒子也是同样的道理 虚空的话 刚才前面不是讲了吗 前面没有阻挡的法 那么有阻挡的法遣除完了以后 这个空洞洞的部分称之为叫做虚空而已 诸如无有前面的墙壁等 如爱至中间空空洞洞的那一位置 实际上是圆类似外面的墙壁形状而显现的 意思就是说比如说你坐在四方形的墙壁里面 你自己的前面四方形的中间没有墙壁 没有墙壁的话实际上是没有阻挡的中间的空洞洞实际上是 这叫做虚空这个虚空我们表面上看来了 好像这是四方形的实际上是没有什么四方形的 比如说我们五子里面是四方形 因为根据外面五子的形状认为是 五子里面的虚空是四方形实际上是没有什么四方形的 只不过在四方形当中里面没有什么墙壁 只有外面外墙壁形状的显现而已 刚才中间空洞洞那一部分前面没有墙壁吧 没有墙壁的这一部分是空洞洞的 我们认为中间是四方形的东西这个虚空是不是四方形 或者我们圆圆的品质的话 品质里面的虚空是圆形这样认为的 实际上并不是中间的这一部分 没有真正外界的这个品质的像 所以以外界的形状认为虚空是有形状的 实际上是没有的 可谓是称虚空存在的迷惑根源 他们很多人认为虚空肯定存在 为什么存在呢 你看我住的这个四方形的房子里面 虚空应该是四方形的存在 这样认为的 其实他起这样迷惑的根源就是在于这样的 只不过是外境四方形的中间不存在任何其他的色法 这一点他认为是有一个四方形的虚空存在 有时候我们周围都是三角形的 在一个山沟里面的三角形往上面看 然后身体仰着这样看的话 我上面的虚空应该是三角形 或者四方形 这样觉得 但实际上这一块没有阻挡 其他的已经阻挡着 这个认为是我们觉得上面有个三角形的蓝天 这样认为的但实际上不存在这个意思 可谓是称虚空存在的迷惑根源 如果对此人者分析那么仅仅未见到色法的这一点 并不能证明虚空存在 我们没有见到的色法这一点你认为是虚空存在的能力 虚空存在的理由那这是非常可笑的事情 不可能 因此空隙的虚空不以作为虚空的能力 虚空我们那天《居士论》里面也不是这样的吗 它有一个叫做《空隙虚空》和《庄严虚空》 这个上面有好多小声论师的观点 尤其是在讲《空隙虚空》的观点上也有所不同的 应该学《居士论》的好多道友现在应该会了如指掌的 记得也会清清楚楚的 所以虚空可以分两种 《空隙虚空》和《庄严虚空》 但《空隙虚空》并不是虚空存在的一种理由 不能作为它的能力 位于我们上方的碧莲天空也称为庄严虚空 但是它阳光照射的按照《居士论》的说法 阳光照射虚弥山 虚弥山它是四方形的 它四面分别是四种珍宝组成的 然后我们在这里蓝赞部族 靠近琉璃 靠近这方面的颜色 所以它的反光实际上并不是真正具有一种蓝色的东西存在的 或者有些现在天文学的学说上面是蓝天 下面大海的反光上面是没有什么东西 没有什么东西的时候 它大海的颜色已经翻车到上面 人们认为上面也是有蓝色的虚空这样而已 实际上是根本不可能存在的 它是阳光照射虚弥山的色彩 因此并不是真正的虚空 所以不管是庄严虚空还是空隙虚空 从两个方面来讲虚空存在的理由是没有的 如果我们懂得这一点 那么说明有为法和无为法 不管任何一个法 实有的东西在外境上是根本不可能存在的 结尾的第一个课判里面就宣说了这个问题 下面说是破实耽着的实义 刚才是从外境方面讲的 现在是从右境方面 所谓的实的本体不存在 从这个角度来讲的 有者若称虚 实非显种种 然不应真理 见海举相骨 有些人这样称虚的 他认为所谓的实并不是种种 不是种种的话认为是一体的 这是对方的观点 因为不是种种不是显种种的话 是一位一体的也就是说实有的一体吧 反过来可以这样讲 有些人认为所谓的实是唯一的一体 这样认为的但这种说法是不合理的 然不应该真正地成立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所见所谓的妨害具有的缘故 具有所见所谓的妨害具足的 因为我们现在所谓的实并没有 我们这个限量也可以看得到 不管是什么样的实 不可任何分的这样的实根本不可能有的 本来我们众生的实六根实都是有的 如果我其中一个根不具足的话 那么四根实肯定有的 那么四根当中也是 我们那天前面分析的一样 从厌世的角度来讲 同类的实不能出现 但不同类的实我看见一个花色的对境上 也是我的厌世分无数个 可以说我的厌世有无数个 这样怎么会是有实有的实呢 如果你承认为实有的话 那就是有限量妨害的 下面讲这个问题 有人如果承许任何事并非是显现种种对境 不是显现种种对境的话 反过来说是唯一的一个实的本体 他们有些这样认为 即使如此 然而这只不过是家里而已 不应该真正安立为实有的一体 只不过是家里的话 我们前面也再三地讲了 家里的一体也可以的或者是多体也可以的 但是真正的实义的实也不可能存在的 外境也是不可能存在的 所以如果我们懂得了外境也是没有实义的义 然后有境也是没有实有的义的话 众生无始以来很多人认为是所谓的意识存在的 堕识存在的 那么第一个所有基础的第一步存在 我们的分别念完全是一种颠倒的 大家非常容易应该清楚 我们一直认为这一个主子 一个人 一个什么什么 整天都是这样想 但只不过这是家里的意思应该存在的 一切都是虚假的 如果你真正认为它是一体实有的东西 那不可能存在的 所以我们有时候认为这是一个东西 有很多包括我的执着 我是一个人这样想的 我看见什么一个人 我听到一个声音 有很多很多这样意的执着 这些意的执着全部都是坏坏我们的一种 无始以来都是对我们家里的意 虚假的意就安立为是真实的意 这就是我们与一切万法的世相之间的差别 一切万法的世相只有家里的意 实际上是没有一个意 全部是空性 我们认为这个意是存在的 这是我们不管是学大院还是学中观 大家应该在人世上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 我们学习中观主要论是 已经学了大概三四个月 五六个月 最后所谓意义的从理论上也是没有通达 非常遗憾 当然是从实际修行上 不一定全部都能修得非常好 因为所谓的理论跟修行还是有一定的差别 首先我们理论上一定要通达 理论上通达在自己的实际行动当中 应该可以逐渐逐渐专习 逐渐逐渐修炼 最后你原来的这种执着 逐渐逐渐可以转变 这就是修行的一种过程和方式 所以他这里既然如此 然而只不过是家里而已 不应该真正安立为实有的一体 因为明明可见理论的妨害 对于具比实义知识的法相来说 也无以回避的 明明如果我们承认具有一体的实 具有一体的实 那么有很多的理论的妨害不可避免 当然我们这个理论是怎么用妨害的道理呢 前面已经讲得非常清楚 如果存在一个实义的实 那么在他的本身具有外道所承许的 常法所说的这些无有功用等等过失 因为他常有的或者是实义的话 我们前面也讲了 麦彭仁波切不是专门有一个偈颂吧 如果实有的一体存在的话 一切万法都不显有这个偈颂 而且如果真正为实有的话 要么根本不可能显现 要么始终都是显现 在这样一来物体不应该有功用了 有这个过失 所以没办法充当任何事 如果它常有的话 那么我们言而逼舍舍的任何一个事 就没有这样常有的 我们是有时候看见 有时候不看见 有时候心情好 有时候心情不好 但人的分别念也转变得特别快 下面也是这样讲的 由此看来任何宗派在如何费尽心机的观察 如何踏踏不觉的讲述 在何时何地也是无法建立一个实义的事 从我们内心来讲 怎么样观察 他心里面 今天有一个石油的东西 这样始终也是找不到的 然后踏踏不觉的理论上面怎么样讲的话 实际上在何时何地也是根本得不到一个实义的法 因此建立这样的实义者 恐怕永远也是得不到现见成果的安慰 他们这种宗派永远也是得不到一种真实的安慰 才而之舍矣 下面讲那个舍矣 故显各种事何时何地中若比出一体一心不合理 因为我们前面从外境上也观察了 有境上也观察了观察以后 显现各种各样的事在何时何地当中 对应它的对境一体对境的实义的法 一心根本是得不到的 意思就是说我们从外境上怎么样观察 何时何地也得不到一个实义的东西 然后从有境上观察的话 实义的东西也根本是得不到的意思 如果上述之力进行这般分析 则由于实义之对境不可能存在的缘故 因为实义的对境我们怎么样观察 连一个卫生学也是根本得不到的缘故 显现各种各样形象的此时在何时何地当中 如果外境没有那么显现的事也是在何时何地当中 君如初或者所缘境为一体一样 就是所缘境一体的本身事也是应该重重的 因为如果真正所缘境是存在一体的话 那么一体的所缘境一样的 这个事也应该是重重的 然而成事唯一的自行是不合理的 或者从此里面的刚才那个初用阶段讲也可以的 比如说外境不同的阶段存在一样 事也有不同阶段的事不可能有实体的东西 以这样来分析也是可以的 刚才前面他讲的是所缘境 外境白色 红色 蓝色等不同这样可以 这是一个外境上同一个时间的角度来讲的 从阶段来讲的话时间是不同的 前后刹那阶段不同的角度来讲 这也是一种建设 这以上是一种结尾 今天干脆讲到这里吧 晚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